面对美女的诱惑 男人根本抵抗不住 两人继续喝酒 期间小美还拿出特色小吃 为了寻找刺激 小美居然拿起一把刀 玩起了勇敢者游戏 美女近在眼前 加上酒精和药物的催化 秀贤根本无法保持清醒 玩游戏时用刀戳中了小美的手 不过她根本感觉不到疼痛 反而更加兴奋 情绪已经到位 两人开始你浓我浓 一番云雨之后 秀贤在客厅沙发上醒来 累得跟狗一样 拿起一瓶水就喝干了 眼看时间不早 该回家了 便到卧室和小美告别 可半天对方也没有回应 一打开灯 吓得她直接瘫坐在地 小美全身鲜血淋漓 冷冰冰地趴在床上 这是她脑海里的第一反应 就是赶快逃 伴随急促的呼吸声 狂奔而出 来到出租车前 却没有带钥匙 又赶忙折回去拿钥匙 不过大门已锁 她只能砸碎玻璃开锁进门 可这一幕 却被对面的大爷看见 进门后 她拿起地上的上衣 摸摸了口袋的钥匙 准备离开 却发现酒桌上留下的血迹 她用酒拼命地擦去血迹 然后又看到了桌上的刀 内心挣扎了一下 将可能是凶器的刀带走 此时 她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呼吸也是愈加困难 现在最重要的是回家 只有家才能带给 这个年轻人安全感 赶忙上了车离开 对面的大爷 却看得一清二楚 车子一个左转 正好遇到茶酒驾的交警 她急忙停下 然后将刀放进怀中 与巡警上前查看 察觉她眼神涣散 车辆证件又不相符 勒令她下车接受检查 检查实际器 却正好没电了 而这时对讲机 又传来上级孤叫 附近有人私闯民宅 以为可以放她一马 可两名巡警 却将她一同带到现场 到达后 她才知道 原来现场正是小美的住主 而报案的 就是那个对面的大爷 秀贤神色开始慌张起来 逃了半天 一名巡警从房屋出来后 直接吐了 案件也从私闯民宅案 升级成了入室杀人案 很快警局的相关人员 都来到命案现场 接手这件案子 是蒲警官 在凶杀组工作多年 经验非常丰富 迅速组织了工作开展 发现秀贤在警车内 询问过后 得知她为案件无关人员 下令将她带回警局 回警局的路上 两名警官在谈论案件的事情 秀贤问了一句 得到肯定答复后 便不再说话 警局内的人都以为 秀贤只是违章开车的 一个小伙子 暂时将她晾在了一边 也没有管她 这边警方通过现场勘查 确定了凶器为 一把15公分的水果刀 而现场并没有留下 相关的指纹 这是一个男人出言不逊 引起了蒲组长的注意 从中也可到了一些信息 而这个男人 正是开始秀贤 撞到那辆车的司机 警局里 秀贤准备溜走 走到门口 却正好碰见报案的大爷 他只能回到座位上 这时起床后的父亲 发现自己的车子不见了 然后打来电话 可闯了那么大祸的他 哪敢见 警方大部队回来了 胡组长看了一眼秀贤 觉得他眼神奇怪 可能藏有药品 于是命令下属 对他进行搜身 然后又和下属谈论案情 报案的大爷 听到他们说 凶手是坐着出租车逃离的 立马纠正了朴警官的用词 不是坐出出车车 而是开出租车 这时朴警官已将目光 锁定在秀贤身上 而就在这时 红秀贤怀中搜出 疑似凶器 眼看所有证据都指向自己 秀贤失口否认 自己并不是杀人凶手 可面对法律指控 他的情绪瞬间崩溃 夜色撩人 一夜风雨后 男人却成了凶杀犯 审讯势力 多年工作经验的朴组长 面对秀贤这种愣头青年 显得更加从容 短短几句话 就完全压制了对方 朴组长说 小美活着时 最后见到的人是你 第一个发现 小美已死的人也是你 在他认为秀贤就是凶手 然后他又寻寻善诱 说法官不喜欢撒谎和说不知道的人 可秀贤却死不认罪 条组长 见他就是主熟的鸭子嘴硬 于是开始采集他身上的一切信息 背部的抓痕 伤口特写 然后喷上药剂 全身上下全是小美的血迹 而案发现场又没有其他的指纹 两个人又做了男女之事 这将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入室奸杀案 而秀贤将坐视这个案件的元凶 拘留室里 看见外面的律师 秀贤向警官请求 能否帮自己请个律师 却遭到他们的嘲笑 处理完一件案子之后 律师准备离开警局 临出门 瞟了一眼 在牢房里的秀贤 他又向同事打听了一下情况 也不知是上天的安排 还是某种力量 他再次回到警局 然后又毛遂自荐 要当秀贤的律师 律师名叫申中汉 他让秀贤记住从这一刻起有任何问题都不需要回答 只需要告诉他们和我的律师谈就可以了 就这样无助的秀贤向抓住了救命稻草 两个男人开始了他们与司法抗争的道路 假如你在韩国杀了人 你将面临怎样的局面 这部由金秀贤和车胜原主演的某一天 将完美呈现这一谋杀案发生之后 所经历的全部司法程序 秀贤是一个极其平凡 文静又诚实的大学生 一个愉快的夜晚之后 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沦为了一名阶下球 直到逮捕之后 他才知道女孩的名字 悔恨的泪水一涌而出 面对多项罪名的指控 伸出援手的申律师 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在了解了一些警方的进展情况之后 申律师再次约见秀贤 他告诉秀贤事实和司法正义是两回事 整个案件就像在编故事 故事的真实性不是最重要的 警察和检察官一边说着他们的故事 律师和被告一边说另一个故事 最终由法官决定哪个故事更加优秀 所以在此之前 不要再和任何人说关于那一晚的事情 而且反复强调了 是那一晚我们作为被告 可以等对方先出招 搞清楚他们的路数 然后在后发之人打官司 但问题是偏偏接手案件的是条组长 这个人做事滴水不漏 行事老练 有时候会表现得和蔼可轻 从不草率出手 而是静静等待时机 就像狡猾的猛兽 一旦发现猎物的弱人 便会将其一口咬死 虽然不是坏警察 但处于司法正义一方 他注定要捍卫自己心中的正义和权力 另一边朴组长的工作 也在有调部我们开着 传话了相关的证人 当晚那个路边休息的司机 一眼便指认了秀贤 然后又联系了小美的继父 这也是死者目前唯一的亲属 很奇怪 小美的继父很年轻 在得知死讯后非常平静 而且在签署尸体解剖同一书时 也没有一点失忆 显然这个男人有点问题 之后秀贤的父母过来探望 而此时的朴组长 正盯着这三人的谈话过程 想从中得到相关有利信息 赶过来的申律师急忙跑进房间 看了看摄像头 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他坐到朴组长面前 朴组长劝他不要在案子上浪费时间了 一切都已成定局 而申律师却说事情才刚刚开始 就这样二人谈话告一段落 秀贤始终不肯认罪 这让朴组长有些头疼 因为在司法系统里如果罪犯不认罪 那么案件在警局这个环节就不算结案 在移交下一个环节后 案件的结果始终有可能会改变 那么对于还有三个月就退休的朴组长来说 他的职业生意阿姜不能完美 这个男人是个摄影爱好者 可这技术显然没有好好学习剪影的教程 被上面的律师一眼识破 他递上名片告诉男人很快可能会用上 可男人不为所惧 他又转身告诉了被拍的两位美女 同样递上名片 并说自己是处理这方面的专家 身中汉式名砖挑杂犯的三流律师 也是唯一向跌入谷底的秀贤 伸出元首的人 人过中年事业平平 老婆也和他离了婚 就连女儿的赡养费都不能按时支付 更奇葩的是还有严重的娇气 整天只能穿着凉鞋到处跑 这个事业家庭跌入谷底的男人 让他遇到了同样跌入谷底的秀贤 秀贤父母走后 申律师再次跟他强调 不要和任何人讲话 和父母也不行 你的谈话过程都会被录下 警方有这个权利 只有律师在场的时候 警方才不能录影 如果你说错一句话 这些录影都会成为呈堂证供 秀贤很不解 我只是如实相告 我真的没杀人 申律师打断了他 现场全是你的指纹 全身沾满了小美的血迹 身上还藏着胸气 又是最后和小美在一起的男人 在法律面前 这些就是真相 如果他困在这真相里面 那么下半辈子 只能在高墙下渡过 显然 他也倾向于认定 秀贤就是杀害小美的凶手 不过对于他来说 这不重要 他的工作就是帮秀贤脱罪 另一边老朴和上司会报警方 虽然案情很简单 指纹 凶器 目击证人一应俱全 但秀贤始终没有认罪 如果移交警方 案件不能算是权利打 为了能让此案 成为警局的大工目减 临走时上司 以一份退休后的好工作为保证 让他想办法搞定 老朴之走值班人员 独自来到关押秀贤的牢房 红口袋里掏出了秀贤的哮喘吸入器 这本是物证 但被他拿了管 用以施加善意 他开口便是关心 可丑半天 秀贤一直低头成 这让他有点不耐心 知道他是来套他的秀贤 这次终于句话 反过来告诉他 没有我的律师在成 套我话算是违法行为 小华的老家伙叹了口气 无奈走 走出旁间 便下令将案件一登 可就在这时 新闻主页刊登了案件的相关报道 老朴气得火冒三丈 随着媒体报道 社会舆论的介入 大众只会同情受害的小姑娘 也更愿意看到 坏蛋被绳之于法 那么对于两个男人的 这场司法斗争 也会变得更加艰难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 胡乱了一夜 醒来后便是冲动的惩罚 阳光男孩变成了杀人犯 今天是秀贤第一次开庭 奸诈的老朴 居然挑了一件 带抱子的衣服给他穿 他不知道 这身打扮 会直接影响法官 对他的第一印象 之后老朴 又和检察官 再次强调了案情 和相关证据 唯一让老朴觉得 不对劲的是 秀贤是个没有 前科且平学兼优的学生 这时申律师也来了 检察官一见到他开心的大笑 作为一个三流律师 再加上强有力的证据 显然自己已经胜卷在我 很快到了开庭的时间 先由检方提出意见 面对检方的强力指控 秀贤显然格外紧张 回答法官话时 更是神色慌张 说话也是吞吞吞 法官看他状态不好 便让律师接话 申律师一番言辞后 请求法官能给秀贤保释的机会 却得到检方的强烈反对 法官采纳了检方的异策 休庭后 法官把申律师叫到一边 让他再斟酌一下此案 但既然已接手此案 我们正义的申律师 必须死磕到 龙里等候庭审结果的秀贤 犹如锅上的蚂蚁 心急如焚 等到的结果 让他瞬间泪泡 走在昏暗的牢房中 他不知道 接下来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 而申律师又将如何 为他伸张正义 雷雨交加的夜晚 秀贤被押送进了 看守所 他怎么也想不到 一次美丽的邂逅 醒来却是一场噩梦 作为法律的一方 试图通过监狱 这种黑暗恐怖的环境 给他带来压力 让他早日坦白醉醒 此时 一个男人正在医务室 接受治疗 只见他在护士的大腿处 一进一出 便拿出一包东西 此人名叫阿太 号称这个地方的狮子 掌握着这个黑暗之地的华子 手机等重要物资 甚至拥有自己单间 电视 秀贤这边 做了简单的身体检查 便分进一间号房 房里年龄较大的 还算正常 而另外一位 则是因为长期的压迫 导致患有严重的恐慌障碍 晚上 男人不停地发出吵闹和哭泣声 让秀贤更加不安和紧张 他拿出去误剂 吸了一口 就这样忐忑地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放风时 看守所的另外一方 视力白虎帮 又在殴打那个 有恐慌障碍的男人 阿太只是看了一眼 对方便停了手 可见他的视力非常 另一边 深律师找到秀贤父母告诉他们 目前的案件情况并不乐观 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希望他们能相信自己 聘请他作为案件的辩方律师 并支付约40万元 作为后续工作的相关费用 而秀贤父母 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但如果委托免费的公社辩护人 他们只会按照法官的判决 去结案了事 一时间 双方的交谈也变得干大 这边检方召开了记者会 并向社会公开了案件的凶手照片 而这也被监狱里所有人都看到 强修家疑似连续杀人 检方的控告变得更加严重 而全世界的监狱 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对于强修 偷窃等罪犯 都不会受人待见 这时所有人都投来了一样的目光 秀贤急忙跑去给申律师打电话 申律师让他放空大脑 不要胡思乱形 要坚信自己可以无罪是否 可身处这样的环境下 又怎会安心 监狱真的太黑暗了 狱警居然让几个人 把秀贤带进一个房间 而这一切都被阿泰看在眼里 他们将绳子套在他的脖子 然后将他吊了起来 秀贤拼命挣扎 眼看就要断气 狱警这才让他们停手 秀贤也被吓得不轻 而从之前案发的时候他的行为 我们可以猜想 秀贤是否也患有某种心理疾病 而在监狱里被不断地恐吓 他似乎快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天阿泰让手下将秀贤带到自己房间 并告诉他新来的人都是要教训一顿 这样才能听话 就像猪生下来就要拔牙断了 轰牛生下来就要绝育 这样肉才能更好吃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阿泰说如果需要帮助可以告诉他 白虎帮的人虽然不清楚 阿泰和秀贤的关系 但也不再找他的麻烦 洗澡时还主动给了他洗头膏 记者会后申律师 对检方提出的控告提出质疑 而这也引起了金姐的注意 她是当地有名的律师 拥有自己的律师团队 处理这种热点案件 一旦取胜 对于事业名利将是双丰收 正好所里有一名小律师素贞 是秀贤学姐 于是利用她作为敲门砖 找到了秀贤父母 并承诺免费为她辩护 而申律师作为三流律师 两人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 这对于秀贤父母就是雪中送她 他们答应后 并将消息告诉秀贤 秀贤虽然觉得这样有失申律师 但是也不得不听父母的安排 老朴联系了申律师 两人见面后 老朴告诉她 秀贤在案发后 有多次机会自首 但她都没有 反而毁灭证据 询问小美生死情况 在警局里企图逃跑 以她三十年的从警经验 她认为 随后又拿出一张秀贤的照片 凭这张照片她断定 您算是什么 你自作 plan签你好 自贵是 unjust性贞 人垮准不能 优独 closely 准硬而体会 通常随кий算师 随所几 stuffs 选择 对 ป AA 梦 虚在 二约 人 就如此 真 之后申律师来到监狱看望秀贤 买了点日用品 还给他存了点毙子 秀贤告诉了他父母 帮他更换了律师 听到消息后 申律师虽然很无奈 自己白跑了一趟 但还是希望他能一切顺利 临走时他想问秀贤什么事 却又把话偷了回去 这个监狱里的大哥太霸气了 居然让几个男人 乖乖跪在自己面前 然后又命令手下 狠狠地拧断了男人的手腕 男人名叫阿泰 而做这一切 只为让秀贤能指认 谁在私下交易滑子 虽然白天秀贤亲眼看到 他们的交易过程 可秀贤并没有指认 他让大哥停下 说自己并不知道 可阿泰就是要逼他指认 然后又让手下拧断了 另外一个人的手腕 似乎在考验他 秀贤抬手缓缓指向跪着的男人 但下一秒 他又将手放下 阿泰看了看秀贤 这才带着他来到房间 也不知道秀贤做了什么 让这个大哥对他如此感兴趣 阿泰告诉他 秀贤色色发抖地说自己很快会离开 阿泰笑了笑看着他没有说话 夜里秀贤从噩梦中醒来 他在床上辗转反侧 大叔急忙呼叫狱警 随后两个被带到监视中央 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整个监狱开始骚动 纷纷说是他们杀的人 白虎帮的人 更是对着秀贤做了个手势 看着周围的景象 秀贤恐慌的心终于绷不住 你知道韩国的司法有多黑暗吗 为了各自的利益 这个警察和检察官竟然狼狈为奸 又骗秀贤进行测谎鉴定 先是用语言进行恐吓 又带着他去看死者遗体 之后拿走他的呼吸器 测谎时又故意放在他的眼前 这每一步的操作 都在刺激原本恐慌胆小的秀贤 当被问关于案件的问题时 秀贤立马开始紧张 心电图的波动幅度也开始增加 素贞这个小律师完全没有经验 门口的申律师察觉情况不妙 而作为经验老道的他 一眼便是破老朴的轨迹 一旁的老朴怒斥他妨碍公务 申律师却指出 他在没有律师陪同的情况下 将秀贤带去检方调查 严重违反律师法 并且哮喘患者本来就不符合策谎鉴定要求 随后便让素贞叫停了策谎鉴定 回到监狱的秀贤 再次得到了泰哥的帮助 他知晓秀贤明天开庭是确定 是否被继续积压的日子 于是送了一本书 让他回去看看 隔天清晨 泰哥又特地让狱警给他拿了副眼镜 开庭前 金姐对他进行了一些嘲咐和鼓励 看到他伤痕累累并问 而他的伤 其实是因为之前在监狱里逃跑 被狱警制服时损伤 他的隐瞒将直接影响判决 是否继续积压的关键因素 评审开始 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金姐的态度十分强硬的 向法官提出取保厚审 并让秀贤将在监狱受的伤给大家看 而检方却反驳称 是秀贤擅自潜逃所造成的 秀贤急忙解释说 是因为当时突发状况 让他精神恍惚 这一下被检方抓住了弱点 最终法官判决 将他继续积压 看着哭泣的母亲 秀贤被带出法庭 心心念念的愿望再次破灭 他将再次回到那个兵营的监狱 他是这所监狱的扛把子 虽然外表凶狠 但是对小弟是真的暖心 因为之前的上吊事件 白虎帮的长矛被关禁闭 之后便一直怀恨在心 当秀贤从他身边经过时 他居然用刀片将秀贤划伤 秀贤护着胳膊 准备去医务室包扎 正好被泰哥看见 秀贤跑到医务室门口 却发现没有人 这时他转头看见了泰哥的手下 一个眼神的交汇 便明白了意思 可能是经常去医务室的原因 泰哥这手艺也是学得不错 没几下就处理好了伤口 他告诉秀贤 这里本就和社会一样 都是弱肉强食 想在这里立足 就必须找到自己的生存法则 秀贤看着泰哥若有所思 泰哥一次次的帮助 让他不知所措 申律师这边 一直在跟秀贤的案子 虽然身为三流律师 但是却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经验 在小美的葬礼上 他注意到一个女孩 正是小美的好朋友 回到办公室后 他发现之前在小美家 搜查到一种处方药 然后通过女孩的朋友圈的照片 终于被他找到小美生前 购买处方药的医院 长期和各种闲杂贩打交道 也让他学了一身坑蒙拐骗的本事 几句话便把医生吓唬住 然后顺利拿到了 小美购买药品的所有记录 因为自己不再是秀贤的辩护律师 他只能将资料交给了小律师素贞 当金姐看到资料后立刻提了审 有了这份资料便能证明 当晚秀贤实用的药品是小美提供 这样便有了和检方谈判的筹码 于是他让素贞约见验检察官 那么案件的发展 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可能是都教授哭得最惨的一部剧了 几乎贯穿了整句 而且每次都是哭得深思历劫 在法律和证据面前 人性往往变得更加脆弱 黑暗的司法体系 更是将他一次次地推向深渊 胆小懦弱的他 终将沦为这场斗争中的牺牲体 凭着小美的购药记录 金姐约见了验检察官 而这份资料仅仅可以证明 秀贤当晚实用的药物是小美提供 也只能洗脱秀贤强修和故意杀人的罪名 依然摆脱不了杀害小美的嫌疑 在金姐的力争下 最终已过失杀人罪 十年有期徒刑 和不予上诉与检方达成共识 并且需要秀贤坦白认罪 之后金姐和素贞与秀贤见面 劝说他能把握机会 而面对这样的选择 让秀贤难以接受 回到监视中 大叔也是劝他要接受现实 这边为了感谢申律师的帮助 金姐让素贞给了申律师一部分头牢 从素贞口中得知秀贤愿意认罪 并接受十年的有期徒刑 这让他非常一会 很快开屏地运动 铁笼里的秀贤看着金姐问道 金姐临走前 让素贞再次确认秀贤的态度 离保万一 而他们的对话 却被躲在角落的深律师 听得一清二楚 随后便和素贞一起见了秀贤 像金姐这样的大律师 面对这么难的热点案件 有这样的结果 已经可以让他名利双收了 而之后的这段话 却让秀贤陷入了沉思 最终的听审判开始 在金姐的沉思中 秀贤开始陷入那一晚的回忆 她明明没有杀害小美 可却要为此承受法律的严惩 她心有不干 当法官问起她 是否真的杀害小美时 被我 在我身上 believe 这个监狱里的犯人有多嚣张 居然硬生生把点燃的滑子塞进秀贤的嘴里 就在白天 这个长毛拿着小刀威胁秀贤 让他帮自己搞三包滑子 不然就要他的小命 秀贤拿着马尼找到泰哥 可这里的规定 一个人一天只能买一包 一包就要二十万韩元 泰哥没有多问 便又让小弟多给了他一包 结果晚上交货时 长毛非常不满意 于是便对秀贤大大出事 并让他明天再拿两包 为了给长毛买滑子 第二天 秀贤打电话想找家里给他打一百万 并谎称是要交管理金 可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 只答应先给他打三十万 第二天 秀贤再次找到泰哥买了两包滑子 可当他拿给长毛时 长毛又说 这不是他想要的问题 于是又对他一顿摩擦 然后几人又将他按在地上 这个长毛真的毒 竟然拿着火器 对着秀贤的水就烧了 秀贤那是一阵惨掉 看到这里 大家一定会想 泰哥怎么还不来救场 于是我赶紧把泰哥造了关 看到赶来的泰哥 长毛这才停水 然后几个扬长而去 泰哥将他带去医务室治疗后 又带他来到一处小房间 只见长毛跪在地上 一头恶犬 在狮子面前 他必须要乖乖地趴着 泰哥上去 就是几个暴击 教他做人 他必须要乱 敢动 敌人 你 不得死 你把感觉把感觉都 поч戴 我真的太改了 太太 你太改了 我太改了 你这些人不太改了 我太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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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长毛被玉瑾带进了禁闭室 房间里玉瑾正在感谢泰哥 保护了自己的儿子上学 不再受欺负 并刻意给他带来美食 为了维护相互的关系 泰哥更是拿出厚厚的马尼给到玉瑾 这便是他的生存之道 虽然身处监狱 但不管是外面还是里面 只要他想办的事情都可以搞定 说着便从口袋拿出手机 他告诉秀贤 他的妹妹因为校园暴力被迫转学 父亲的出租车也被国省科扣下 现在家里已经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将纱布放进水里 捞出后再将水煮干 底部竟然出现白色结晶 然后再将它刮出压碎 一份销魂的大餐便做好了 这便是泰哥让秀贤帮他办的事情 打上指痛针 男人一个用力便将他手臂脱臼 医院里医生将他脱臼的手臂接上 又给他缠上纱布 预警便将他带回监狱 一番仔细地检查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物体 然而秀贤不知道的是 东西其实粘附在纱布里 泰哥这招太高了 这就叫学会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完成任务的秀贤回到房间 想询问大叔今天跑腿的事情 但大叔劝他还是不知道的好 因为秀贤当评委认罪 金律师非常生气 本来已经决定不再参与他的案子 之后想想又觉得 这样退出有失掩面 于是便让慧珍继续负责 慧珍找到申律师 让他一同参与 申律师要求支付 三千万韩元的费用 毕竟自己也要生活 并让慧珍本人献给50% 没想到慧珍居然爽快答应 因为这次案件备受社会关注 案件也将由博明参与审判 也就是最终审判结果 由陪审团决定 申律师再次见到了秀贤 他鼓励秀贤一定挺住 只要有一丝希望 都要不要放弃 之后申律师找到 在博审科工作的前妻 让他帮忙勘查案发现场 这里我们可以留意几处疑点 房子的后门锁 应该是有问题的 还有那把刀 应该是有一套刀具的 最后他前妻还说到了 房子里面的装修家具都很贵 与此同时 调警官也在不停寻找更多的证据 燕检察官约见了 国审科的相关人员 并让他能帮助自己 他拿出一张秀贤手受伤的照片 想让他在庭审时证明 这是秀贤在行凶室造成的 而这处伤 是秀贤案发时 打碎门玻璃进去拿回钥匙时 被玻璃划伤的 面对这样的背后操作 真的为秀贤和申律师捏把汗 男人如果上了战场 很快败下阵来 该怎么解释呢 我只能说枪要经常擦材料 秀贤又要开庭了 当身律师看见他后 立马脱下了自己的衬衫 让他换上 因为蓝色是囚犯衣服的颜色 很不合适 法庭上坐满了陪审团 和观看庭审的人 验检察官对着陪审团 很伤感地陈塑了案件情况 并放出小美生前和死后的照片 形成鲜明的对比 引得全场惊讶惋惜 申律师陈塑前 再三叮嘴秀贤 不管对方说什么都要稳定情绪 随后便向陪审团陈塑 秀贤是一个极其平凡且阳光的大学生 而且他与小美之前并不认识 没有深仇怨恨 又怎么会用如此残忍的手段 杀害小美呢 警方的证据又有很多疑点 作为检方应该想办法去洗脱秀贤的嫌疑 而不是一直要证明他有罪 申律师的陈塑也得到了陪审团的赞幅 验检察官又传唤探查现场的法医 从现场探查结果 可以证明秀贤事发后企图毁灭证据 申律师却访问他 如果预谋杀人的话 凶手会不会如此慌张地处理现场 会不会还在现场留下如此多的指引 血济 验检察官又传唤那晚见面的法医 他一口咬定秀贤就是凶手 申律师拿出药剪材料 并询问他 如果喝了酒再吃了两种不同的药 会发生什么情况 而他的答案是会引发大脑的短暂性失忆 这就证明秀贤一直声称自己不知道案发过程 是因为失忆了 而并非故意说的 顿时引发了现场的认同 很明显这场辩论中 秀贤和申律师占了上方 验检察官的情绪开始变得极道 他竟要求陪审团前往案发地底 最终陪审团局所通过了 就这样在这个恶毒女人的要求下 秀贤和陪审团一分来到了案发现场 秀贤能否通过这个巨大的考验 我们明天再说 警方正在还原一场奸杀案的现场 而这一切都是老朴精心设计的 为的就是让整个犯罪过程和手法 更清晰地展示给现场的陪审人员 而不记得案发过程的秀贤 仿佛觉得自己就是当晚的凶手 于是紧张地晕了过去 一群毫无良知的记者 经不顾秀贤的安慰疯狂地拍照 秀贤在医院苏醒后 恶毒的朴警官还在继续恐吓他 称他是故意装病逃避现场审判 一定会用尽办法将他神志于法 申律师因为失诊发作 再一次的庭审 并从他口中得知了另外一名男人 聪明的申律师用手机偷偷录下了 男人和女孩的对话 得知了他们三人之间复杂的感情问题 而且两人在当晚都没有不在场的证据 之后又通过加油站的监控录像 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一直在当晚尾随小美二人 之后他们找到男子的工作地方 因为有幸亲的犯罪时 还带着电子奖管 公司已将他辞罪 随着申律师包丝抽检班的调查 越来越多的可疑人员露出水面 申律师找到了那晚跟踪小美的男人 而男人称自己和小美的死没有关系 申律师继续发问 却引了男人的不满 只见他拿起边上的斧头 一场突如其来的基督调查 再次锁定了刚刚回到监狱的秀贤 面对审查人员的询问 秀贤十分疑问 气急败坏的女人 露出恐怖的笑 并诱骗她说 是来抓泰哥的 如果她不说 就只能给泰哥背飞锅 而泰哥这边 也在被嫉妒队长审问 同样也是威胁她 如果不主动交代 继续耍鹤 以她的职位 可以将她调离这里 泰哥却是一脸不屑 之后队长便接到了 上级的电话 让她撤销行动 审问秀贤也没有任何突破 队长无奈 只能结束这次调查 原来之前泰哥 对秀贤的考验 是判断她口风是否严实 为了奖励秀贤的表现 泰哥帮助了她爸爸 要回了出租车 并送了一部手机给她 而从这一刻 秀贤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坦白从宽老底坐穿 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再次的庭审 坚恶的嫖警官 不断编造事实 称秀贤是一位 变态的杀人魔 拍着车 是在寻找作案目标 然后进行狩猎 如果不是凶手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警 告诉家里人 而是选择逃跑 掩灭证据 丝毫没有罪恶感 而朴警官一直对秀贤的 偏见和行为 彻底激怒了 从未主动说话的秀贤 然而她的冲动行为 却再次被调警官抓了把柄 称她心里存在 严重的暴力倾向 验检察官更是这个时候 让秀贤自己站出来自证清白 秀贤在不顾诉真劝说下 答应了检方的要求 而她不知道真正的官司 不光靠搜集证据 更是双装的心理战 一直以来 警方的证据并不充分 都是通过不断把事实放大 来攻击秀贤的心理防线 逼迫她不得不招任 而在验检察官审问时 不断地从人性 生理 罪恶等方面进行攻击 当她责问秀贤当时逃跑 只是为了担心自己 被误认为凶手 却根本不在乎 刚刚还一起温存的小美 如果当时小美第一时间得到住址 可能会有一线生机 此刻秀贤再次忍受不住 这样灵魂的拷问 当对方再次询问她 是否就是杀害小美的凶手时 她的回答 再次让庭审陷入被毒 男人一夜之间成了杀人犯 而她到底是不是真凶呢 迷底放在了该剧的最后两集 没有人敢说 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这才是真正的悬疑剧 但不懂从已知信息中 给大家找出三个人的嫌疑最大 一个是当晚出现在加油站的男人 这个人不用过多解释 剧中提到的信息很有指向性 第二个则是小美的继父 是剧中唯一和小美有亲属关系 相比较其他陌生人 继父这层关系更耐人寻味 而闺蜜的存在 似乎也在说明 她很清楚小美的家庭关系 剧中申律师前妻 在检查小美家中时 说过她的装修设施都比较高端 而且房子很大 小美是三年前 得知妈妈隔病后回国的 那么是不是妈妈去世后 留下了一大笔遗产 而继父为了贪图这笔遗产 所以将小美杀害 第三个可疑人员 就是秀贤和小美回家停车时 那个车里的男人 看着就不像好的 他之所以出现在那 而且在警方作证时 一口咬定秀贤就是兄弟 他很有可能是小美继父安排的 目的就是了解小美每天的行踪 寻找作案时机 事后再作为目击证人指证秀贤 让她成为替罪羔羊 她也很有可能是凶手 但幕后主使还是小美的记录 申律师前妻在检查时 还发现小美家阳台门锁有问题 这说明有人可以轻松 进入到小美家中 所以也有人认为是小美的邻居 也就是当晚报警的大爷 顾董认为不可能是他 他根本没有作案动机 大爷是先看到秀贤打费门玻璃 进入了小美家 之后又匆忙跑走 报警有人私闯 应该是很正常的逻辑 而门锁有问题 只能解释凶手是通过阳台的门 进入案发现场 门锁可能是凶手破坏的 也有可能本来就坏了 而这么重要的现象 作为从仅三十年的调警官 却不知道查找 却一直查找证明 秀贤是凶手的证据 是多么的讽刺 在他眼中 所谓的正义 只要司法程序是正义的 那么得到的结果 也必然证明 明后天就是该剧的大结局 布董也会第一时间更新 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故事的答案 八集选一短剧 某一天还剩两集迎来大结局 金贤秀到底是不是杀害小美的真凶 是大家讨论的焦点 在前五集中 大家看到的内容 似乎嫌疑人只有她一个 也有人推断 贤秀就是真凶 她只是一直在掩盖问题而已 可从第六集开始 剧情开始反转 更多与案件相关的细节被揭露 其中有三个方面最为重要 这三个方面的细节在说明 金贤秀不是真凶 第一 到晚出现在加油站的男人 但在看到贤秀回来之后 这个男人又明显地避开了 这是第一集的剧情 这个男人在第六集中再次出现 原来在贤秀和小美离开加油站之后 这个男人还一路跟踪 两个人到了公园 至于后面 她有没有跟踪 两人到小美的家中 镜头中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但是她的种种行为 加上又有犯罪前科 显然 她是有很大嫌疑的 第二 小美的闺蜜有隐藏的秘密 曾经一起同居 一起吃糖的闺蜜 即使发生过争吵断交 也不至于在其中一人死后 表现得如此冷漠 甚至之后 这明显是心中有愧 所以申律师非常直接问她 这是她的表情明显开始紧张 第三 贤秀的人设开始转变 有要逆袭的感觉 很多人质疑贤秀这个角色 认为她懦弱 摇摆不定 在关键时候 更是不能真实表示自己的想法 她自己都没有办法舒服自己 而在最新一次庭审中 贤秀主动选择 做到证人席上座主动陈述 小助理律师认为这样不妥当 贤秀却认为自己 不应该在闭口不谈 还要说出真相 虽然检察官也再次对她发难 一度让她非常被动 但不可否认 贤秀在发生变化 她之前压抑的情绪 在一点一点地爆发 这应该不是坏事 只有她知道 当晚发生了哪些事情 她有可能说出 大家都遗漏的细节 而这些细节能主宰她的命运 上面这三个细节都在说明 警方掌握的所谓证据再多 也不足以说明贤秀就是凶手 她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出现 又正好遇到了力求政绩的调警官 和无败诉的验检察官 那真正的凶手是谁呢 请听下回分解 这个律师有点猛 面对穷凶极恶的男人 他掏出堂皇为止其对质 谁知男人从身后又拿出一把镰刀 还好自己的警察朋友及时赶到 这才避免了一场危机 男人被带上警车 因为上次庭审糟糕的情况 慧珍十分自责 当申律师打电话询问他庭审情况时 说着说着便流下眼泪 之后申律师面见了秀贤 将目前的情况告诉了他 而秀贤却告诉他 当晚老夫看到小美手指在做 申律师明确地告诉他尸检结果 小美是身中树刀当场死亡 肯定是他看错 但秀贤却很冷漠地结束了见面 面对庭审的结果和秀贤的状况 也让申律师再次陷入迷茫 虽然找到了新的线索 但思路已经不再清晰 秀贤在监狱里也看到了媒体 对庭审结果报道 检方再次声称 秀贤所谓的不清楚 便是承认自己就是杀人凶手 而且一直以来 检方的强硬态度 很可能他会被判死刑 而此刻秀贤似乎已经不在乎 对于他人的指示点点 也是满不在意 长毛这边也是拿着报纸上的 庭审信息过来调查 也不知道从哪里拿走秀贤的手机 事后秀贤主动找到长毛 让他归还手机 可长毛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上来便是一顿毒打 秀贤试图与他一较高兴 却不是长毛的对手 最终还是被打趴在地 面对这种种压力和打击 秀贤再也无力抗拒 看着泰哥的房间 还若有此事 当他找到泰哥寻求帮忙时 泰哥也在这个时候告诉他 曾经的自己 你像你一样 听了泰哥的教训 秀贤终于在此刻做出了改变的决定 放风场上 看着远处的长毛 秀贤摆出高高在上的造型 仿佛在告诉他 我要以牙还牙 这才是男人该有的样子 缠上绷带 拿起拳套 是男人就应该硬起来 秀贤终于决定不再唯唯诺诺 庭审的结果 让妈妈的心也开始动摇 妹妹更是对他满怀抱怨 因为他 家里房子也被变满 妈妈也被单位开除 现在就连容身之地也没有 面对种种压力 秀贤对着沙包疯狂地发泄着情绪 再次看到电视的案情报道 他直接关掉电视潇洒离去 走廊上秀贤又遇到了长毛 两个男人的战斗一触即发 双方约定时间地点准备决斗 秀贤对着镜子剪去长发 短发的他仿佛像是变了一个人 来到约定地 看着对方 他直接拉下电闸 当长毛推上电闸时 秀贤一顿输出便将他打得满地着 然后又拿起一个罐子 狠狠地砸在地上 像是在和长毛宣告准备 而另一边颓废的申律师 似乎也需要改变 前妻给他送来之前 勘查案发现场的资料 一段鼓励的话 让他再次打起精神 开始梳理新出现的证据 再次庭审 出庭作证的小美闺蜜 以及闺蜜的男友 他们虽然和小美之间存在种种复杂的三角关系 但是也都表明自己并没有要去杀害小美 闺蜜更是说自己的男友和小美之前发生了关系 不过之后 他已经决定和男友分手 并准备和小美和好了 庭审后 申律师告诉素贞 他们俩并不是杀害小美的凶手 虽然他们没有不在场证据 但是他们在法庭上回答问题时 没有丝毫迟疑 眼神也没有一点慌张 另一边的老朴 对那个开货车男人 只是进行了简单的询问 便将他释放 得知消息的申律师十分傲慢 也终于明白 老朴不愿承认 除秀贤以外的任何人为凶手 而让他们更加担心的是 明天的停止 男人会不会到庭作证 而奸诈的老朴 又会不会耍什么花招 干练的短发 黑色的衬衫 眼前的秀贤 已经彻底改头换面 眼神中更是透露着 自信和坚毅 申律师询问秀贤 是否认识证人席上的男人 秀贤很明确地回答道 而当申律师让男人解释 当晚情况时 男人却已不知道 巧合为由进行答辩 被问到 有前科和被小美 多次投诉的问题时 更是说与本案无关 无需向大家解释 检察官似乎是故意问他 有没有不在场证明 男人居然这样回答 申律师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冒着生命危险 找到的嫌疑人 反倒被老朴家也利用 庭审结束后 回到监狱的秀贤 也彻底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从此他也搬进了 自己单独的牢房 再次开庭 申律师的前妻作为证人出庭 他首先指出 小美家大门所存在安全隐患 阳台的锁也是坏的 第二厨房的刀具 除了在警方那把之外 应该还少一把 而当晚吃水果旁边的刀具不见了 第三秀贤手上的伤 并非是在杀害小美时造成的 如果是刀锁伤 那么伤口应该在手指位置 第四秀贤是左撇子 而从小美的伤口情况来看 当时法医给出的结论 是右手持刀的可能性相当高 而这一重要发现 彻底推翻了之前所有的证据 有这个科学的论证结果为依据 那么秀贤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凶手 这时检方提出质疑 他和申律师的关系 他却用更为精彩的话 阐述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直接讲的检察官无话可说 再次回到监狱的秀贤 让泰哥也给自己 闻了这样一段话 之后秀贤问泰哥 那真正凶手到底是谁呢 只能等到明天再说了 这个男人到底是有多霸气 当着白虎帮大哥的面 直接一把掌糊在他小弟的脸上 就在之前两个男人决斗中 长毛被秀贤打得鼻青脸肿 长毛居然找到自己的大哥出面 看着小弟受辱 大哥更是要断了秀贤一只手 泰哥直接放下狠话 就这样再次帮助了秀贤脱险 泰哥他们走后 大哥告诉长毛 事后泰哥盯紧秀贤 以后要小心这帮人 以防被人暗算 因为出现了新的证据 法院再次开庭审理 小美的继父作为唯一继承人 显然具有很大嫌疑 申律师询问她 为什么在小美死后的第二天 便将她的保险金 七一泡菜币取出 然后又将她价值 五十一泡菜币的住房出售变现 当申律师问她 但随后便给出了 不在场的证明 之后的庭审中 那晚在车里休息的男人 也出庭作证 监控画面显示 男人连续多日 一直出现在小美家门口 同样具有很大的嫌疑 当申律师询问她事情原委时 检方却向法官提出反对 但是法官却很想继续听下去 面对如此情况 男人这才说出了实情 男人因为跟踪被发现 还被叫到警方问话 并已判决交了罚款 突如其来的转变 让律师十分意外 庭审也再次陷入困境 回到办公室的申律师 彻夜地翻找资料 试图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早上醒来的素贞 从她手中看到了一照 呼吸器证物照片 而这照片真的能改变局面吗 一张误化器的照片 真的能改变庭审局面吗 而今天的庭审生律师 要询问的证人是条警官 他质问她案发后 为什么不去调查 所有存在重大嫌疑的人 而是单单锁定秀贤 作为唯一的凶手 随后便拿出了证据目录和照片 而这张照片上的误化器 正是当初秀贤在拘留所里 条警官拿来给她的 而是律师却认为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在一个从警30年警察眼里 患有哮喘且单纯的大学生 并不像犯下此案之人 所以故意拿走了这个 与现场格格不入的误化器 而这个行为更是违法 申律师牢牢抓着这一点 认为他对秀贤进行针对性调查 忽视和回避不利的间接证据 这是典型的捏造证据 而很有可能还有其他捏造和损毁证物 所以从一开始的司法程序就是违法的 而这种审判根本没有意义继续审下去 随后检方做了结案陈词 虽然警方存在不实的调查行为 也承认卫队除了被告人以外的嫌疑人 进行调查 但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被告 事实真相早已查明 检方最后的控告是 这个男人是有多可怜 睡醒便不停地抓着全身 为了能改变检方对秀贤的审判 他彻夜地练习着结案陈词 而熬夜加上巨大的压力 让他的试诊扩散了全身 甚至脸上 这边回到监狱的秀贤 泰哥知道他明天即将宣判 于是跟他说 希望以后不要再见面的期望 并送了他一个分别的礼物 全脸红肿的申律师 还是坚持着在陪审团面前 做了最后的陈述 说不知道这副模样站在这里 是否妥呢 他嘲笑自己从来没有接过这么大的案子 自己就是个杂犯律师 一年365天要处理365个案子 从夜20年来 对付过几千名形形色色的罪犯 如今的他看到脸 就能辨别出是否有罪 当他第一次看见拘留所的秀贤 便认为他是无罪的 眼神和善 谦虚有理 言行端正 纵然当日他犯了很多错误 但绝不是杀害小美的凶手 而检方拿出的诠释间接证据和猜疑 甚至连调查本案的警察 还拿走现场证据 从一开始就进行针对性调查 而忽略其他嫌疑人 最终让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成为了替罪的羔羊 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信心 失去了希望 但是还没有失去一样东西 那就是在没有直接证据面前 任何人都不得被视为有罪的对象 这才是法律的大原则 申律师的这段话 能否改变陪审团的意见呢 陪审团最后投票结果为 有罪四票 无罪五票 但这个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最终的判决 还是由当庭的法官进行宣判 当法官询问秀贤 可否有话要说时 秀贤说只因为那晚我见了小美 我就是凶手吗 而我不清楚 最终法官认为 检方的控告理由充分 被告人在客观上充分存在嫌疑 认同检方所主张的 被告嫌疑大部分属实 最终判处被告人 金秀贤无期徒刑 你永远不知道 在监狱里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正当泰哥还在劝说 被判无期的秀贤 要坚持上诉时 突然长矛从他的背后 用刀子割了他的颈动脉 看着倒地的泰哥 秀贤急忙上前 可泰哥已经奄奄一息 临死前还不忘告诉秀贤 让他一定要小心 失去大哥的庇护 曾经的小弟 也被人打得片体银伤 而秀贤也被带去工厂干活 而他又将如何面对 这无尽的牢狱生活呢 老警官当选了 地方警察厅厅长光荣退休 验检察官也得以晋升 虽然案件已经尘埃落定 而申律师还在为此四处奔忙 他找到那天在车里休息的男人 果然从他口中得知 之前他在小美楼下拍过很多照片 而这些照片 当初已被警方拿走 申律师通过警局的朋友 拿回了照片 通过小美的通话记录 申律师确定了该男人的身份 照片中出现在小美家阳台的男人 正是之前卖给小美药的医生 当申律师拿着照片找到嫖警官时 老嫖随后便找到了验检察官 两人最终做了同样的决定 应该抓住真正的凶手 没过多久申律师来到监狱告诉了秀贤 杀害小美的真凶已经落网 那位医生和小美为情人关系 小美得知她已婚的信息后 提出分手 于是医生狠心地杀害了小美 并伪造了案发现场 秀贤终于洗清了冤屈 临走前看着曾经泰哥的房间 他多么想把这个消息与他分享 可是已经物是人非 出狱后的秀贤 还能像以前一样生活吗 站在阳台上 秀贤俯视着这座城市 我们希望他能保持初心 继续勇敢地生活 正义有可能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故事的结尾 再次来到当初 关押秀贤的拘留所 而牢房一个女人 正在伤心地哭泣 眼神里同样透露出 无尽的冤屈 深律师向她递去一张名片 那么还会有后续的故事吗 我们一起期待 她是本世纪最帅气 最有才华 最受欢迎的天才摄影师 这天和同事们 来到最美丽的海岛拍摄 眼看强烈的台风就要来袭 好友中手努力劝李鹤 先暂停拍摄 不料固执的她 却执意在拍最后一个镜头 同一时间一个男人 在风雨交加中 被人一步步逼至悬崖边 最后失足掉入了 深不见底的大海里 另一边中手 也在这时不慎跌入海里 李鹤健壮毫不犹豫地 跳入大海 从小在海边长大的海女多莉 在海里像条美人鱼般 自由穿梭 救起了在海底里 受伤昏迷的李鹤 直到她被干架抬走 多莉才发现了 遗留在手上的项链 就这样因为李鹤的一意孤行 好友中手 永远地失去了生命 多莉和妈妈匆匆赶到医院 刚才不幸掉入悬崖的人 正是多莉的父亲 两人看着父亲的尸体悲痛欲绝 一年后 多莉已经走出阴霾 因为父亲的突然离世 只能辍学 靠打铃功和妈妈相依为命 另一边对好友的死 深感愧疚耿耿于怀的李鹤 放弃了在汉城的一切 留在了几周岛 经营着一间咖啡厅 闲暇时就在农场里干活 同父异母的弟弟李宁 一直梦想着能成为一名导演 这次特意带着好友们 来到岛上拍摄 裁罚父亲特意派了豪车 到机场接级人 路上修琴特意打电话 给同学多莉 相约等会在咖啡厅见面 来到农场拿水果的多莉 被眼前性感的男人吓一跳 连人带车摔到了地上 而李鹤因为突然停水 不得不出来查看 一年后两人第一次见面 谁都没认出对方 面对着尴尬的场地 多莉牵强的解释 是想要给自行车洗个澡 本以为男人是要扶自己起来 不料对方却直接从身旁经过 随后还不忘跟多莉讨料损失费 下一秒李鹤开始悠哉悠哉地命命多莉 将一地狼藉恢复原样 李明不想依靠父亲的支援来拍电影 于是采发父亲让他 暂时经营哥哥的咖啡厅 李鹤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来到自家酒店 在大厅观赏母亲在世时留下的话 看着热情跟自己打招呼的弟弟 只是一场冷淡的回应 这天店里坐着一个神情紧张的男人 趁着修情不注意 勒住他的脖子威胁 在场的人乖乖听从命令 一动也不敢动 不料这时多莉好巧不巧地走了进来 看着眼前的情景着实吓一跳 听从命令来到了李明身边 不顾李明的阻止 偷偷拿起桌上的托盘 趁着男人注意力 集中在收银机的功夫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对着男人一动拍 来到咖啡厅送水果的礼贺见状 也冲上前帮忙 不料却被多莉狠狠地拍了一下 最后几人合作将男人打倒 在爸爸记得这篇 多莉和妈妈一起祭奠父亲 母亲想要将房子卖掉 宫女儿读大学 多莉却告诉妈妈不读书 自己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来到阁楼看着陈旧的玩具飞机 无比怀念父亲在世时 和他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光 回到房间看着挂着的项链 想起去年事故时的那个男孩 内心充满向往 李赫来到去年事故的地方祭奠好友 大声地呼唤着好友的名字 深感愧疚的他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多莉妈时常做着同一个梦 弄到丈夫被人害死的一幕 听女儿再次强调警察说 爸是在悬崖失足落海离开的 母亲继续喃喃自语 修情在玻璃上写下李明的名字 表里不一的他发誓一定要嫁入豪门 把财阀二代李明之道手 在跟他相处时 总是时不时地来个身体接触 李明特意来找哥哥帮忙 这次电影是以去年的意外为背景 想要找个海女出生的女主角 却迟迟未找到合适的人 李赫问弟弟昨天在咖啡厅的女孩 是你的朋友吗 下一秒李明就带着修情 来到了多莉打工的地方 听他们说邀请自己当女主角的多莉 一脸的难以置信 面对两人的盛情邀请 还没来得及给出确定的答案 就被领导给叫了去 修情趁着李明追着多莉 要将剧本给她的功夫 故意把刚才多莉 留在货车上的出货单撕毁 两人在离开时 正好遇到来给多莉送渔网的李赫 修情猜出她是来找多莉的 于是故意大声叫着她的名字 李赫连忙阻止 并将渔网扔在了修情身上 让两人帮忙交给多莉 看着李赫就这样离开 修情娇称地说那个人好可怕 就像个流氓一样 李明却告诉她 那位曾经是众所瞩目的导演新秀 听到这个修情满脸难以置信 准备下班的多莉正在犹豫着 要不要去咖啡厅跟大家开会 正要离开却接到了投诉电话 翻出出货单一看着时下一跳 只能亲自将水果送至酒店 虽然不停地道歉并保证不会再犯 却始终得不到对方的理解 来到豪华酒店的李赫 看到母亲生前的话被人拆了下来 听对方说是听从会长的命令 愤愤地冲到会长室找父亲算账 面对儿子的提问 父亲没有正面回应 反而命令他明天就到公司上班 面对父亲的独断专行 李赫说出了堆积在心里已久的话 妈妈去世不到一个月 李明的妈妈就住进来了 还逼着我叫他妈妈 你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切了吗 会长冷冷地回应 你如果真的为你妈妈着想 就不会过着现在这种日子 如果他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你以为他会引以为傲吗 看儿子就这样愤然离开 心脏病突发的会长 只能努力地深呼吸 刚走出酒店就听到一声扑通声 好奇地往游泳池望去空无一人 紧张地询问有人吗 本以为是出现了幻觉 不料下一秒就看到有人浮在了水面上 往事一幕幕在脑海里回荡 担心水里的人 如同父亲一样发生意外的他 来不及多想直接跳进水里 初吻就这样被男人莫名其妙地夺走 多利一脸猛 反应过来后匆匆逃离 李赫跟在他身后 气炸的多利反手想要给他一巴掌 不料却被男人直接接住 狼狈不堪的多利 就这样光着一只脚徒不回家 李赫捡起了吊在水里的水晶鞋 昨晚莫名其妙被李赫抢吻的多利 一大早就开始臭骂男人王八蛋 另一边被打巴掌的李赫 洗脸时却无比怀念昨晚的吻 下一秒开始端向着多利的鞋弱有所思 为了让多利答应加入的李明 没打招呼就直接来到了他家 陪着他和附近的孩子们玩游戏 善良的多利被李明的真诚感动 答应了参演电影的女主角 终于达成目标的李明激动地拥抱多利 小朋友询问她是姐姐的男朋友吗 李明回应男朋友应该这样抱才对 特意来送鞋子的李赫 正好看到弟弟拥抱多利的一幕 只能幸幸然地带着鞋子回家 第二天大家聚在一起为拍摄做准备 来到海边后 男生们开玩笑要将修情献给龙王 一股脑地将他丢进了海里 反应过来的修情 惊恐地大叫救命我不会游泳 李明连忙将他扶了起来 这时的修情被吓得瑟瑟发抖 大家都开始担心他的情况 为了能继续在李明面前保持舒逆形象 修情并没有发火而是跟大家开玩笑 这次如果得奖都是我的功劳 接着几人一起来到市场闲逛 多利发现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的妈妈 竟然偷偷在市场卖海鲜 妈妈跟在女儿身后解释 是因为天气很好 在家很无聊 所以就当是运动而已 多利问妈妈又想要晕倒呢 忘记医生是怎么说的吗 妈妈很是愧疚 觉得自己让女儿在朋友面前丢脸了 多利想要去跟大家说一声后 跟妈妈一起回家 不料却被妈妈阻止 抱起大盆子自己坐上公交车 自责的多利想要跟李明说 为了妈妈决定放弃电影 不料李明却直接接过的话 为了妈妈才要更认真努力呀 看着满脸失落的多利 走上前鼓励她加油 看到这一幕的修情郁闷不已 接着几人又一起来到农场 其中一个叫美美的女孩认出李赫 就是曾经拍过暴风的导演 李赫没有回应直接离开 在大家的疑惑下 美美解释她在大学电影社团 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回到家的多利妈来到阁楼收拾 却意外翻出了丈夫的日记本 不经意地翻看发现丈夫的死并不单纯 激动不已的她越发觉得呼吸困难 多利在农场里四处查看 被突然出现在身后的李赫吓一跳 两人因为上次的吻而斗嘴 激动的多利不小心把衣服给扯坏了 李赫将自己的衣服丢给她 尴尬不已的多利 只能乖乖来到李赫房间换衣服 而四处寻找多利的修情 正好看到她在李赫房间穿衣服的一幕 再看看屋外的男人心术不正的 她直接误会了两人的关系 接着故意坐在美美身旁 装出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在大家的逼问下 将刚才看到的告诉了八卦的美美 多利换完衣服就走了出去 完全没注意到跟房间里一模一样的项链 李赫将早已买好的新鞋都给多利 假装一脸嫌弃地说换双新鞋好不好 你的鞋子很臭 一行人看着穿着男人上衣回来的多利 都在用玩味的表情看着两人 美美感叹两人好幸福 多利紧张地解释不是这样 都是因为她把我的衣服给撕破了 知道说错话后又连忙解释 不对 是她昨天想要吻我 大家听到这更诧异了 看着她越描越黑 李赫解释她的衣服勾到箱子破了 所以我借件衣服给她穿 修情继续强调你们两人真的很相配 回到家的多利打开袋子 才发现除了自己的鞋子还多了双新鞋 终于明白刚才李赫话里的意思 不懈地将她丢在一旁 不料下一秒又回头将她穿在了脚上 看着鞋子满意地感叹 这小子眼光还不错吗 回房间后看着挂在房间中央的项链 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一年前的情景 越发觉得救起来的男孩像李赫 但很快又否认了自己的想法 在家里四处寻找妈妈的身影 看着她坐在阁楼上一动不动 紧张地呼唤才发现妈妈只是睡着 睡音拿着丈夫的日记本给女儿看 无比确定她并非十足落海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多利看着日记上父亲清楚地写着 我越来越惧怕去上班 甚至坐在办公室 我都感觉被逼得喘不过气来 越看越觉得不对劲的她 下一秒就约出了江科长 想要知道父亲去世前 在公司发生了什么事 男人紧张地回应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疑惑调查后不是已经确定是狮子落海 为何又突然提起此事 从从以自己很忙没时间为由逃离 修琴特意陪着李宁在农场附近选景 表面上是在感叹这里真的好美 心里却在洋洋得意地想着 很快这里的一切都将属于我 江科长突然蹦出来 热情地跟李宁打招呼 修琴意外从两人的谈话中得知 财阀会长要把一半的股份 转到他哥哥的名下 感叹他哥哥现在每天在农场 跟个农夫没区别 担心被修琴发现李赫是自己哥哥的李宁 连忙转移话题让部长先去忙 回到酒店的修琴第一时间打电话 给曾和自己有一腿的混混大哥 询问他是否知道中林公司的继承人是谁 从对方口中得知李宁确实有一个大哥 是大老婆生的孩子 跑去搞电影出事后就消失了 还以为他在大学读书的男人 刻意嘱咐修琴如果有人敢占他便宜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自己 确定了中林的继承人并非李宁的修琴 想着最近为了勾引他下了那么多功夫 简直就是白搭 瞬间气得直跺脚 自从知道李赫才是真正的财阀继承人 修琴就开始转移了目标 半夜特意来到李赫家 另一边多利陪着剧组的朋友们到酒吧 中途上洗手间时与陌生人撞在了一起 离开时正好听到服务员说 会长今天怎么会来这里 一直想要找会长问询父亲死因的多利 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悄悄跟在会长身后 却被人拦在了门外 苦苦哀求对方放自己进去见会长 却直接被两人给丢了出去 多利不死心地再次来到门外 不料下一秒就被两人关进了杂物房 四处查看了一番后 惊恐地给李明打去电话 将手机丢在桌上玩得正嗨的李明 正在四处寻找多利的身影 另一边修琴以讨教电影知识为借口 露出一副清纯无比的表情 对着李赫一番询问 本以为对方已经上钩 不料下一秒李赫却在强调已经很晚了 郁闷不已的女人注意到了床上的睡衣 立马就有了想法 直接把手中的饮料往衣服上倒 被关起来的多利越来越难受 无奈下拨通了李赫的电话 趁李赫去拿毛巾的功夫 修琴在房间里四处观察 下一秒多利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修琴直接把李赫的手机给关掉 看着走进来的男人 询问是否可以借这件衣服给自己穿 李赫将修琴送至门外 直接转身回房 修琴又开始了她的表演 边下楼梯边惨叫 看着上钩的李赫 假装说没事却怎么也站不起来 被关在杂物房的多利已经无力挣扎 只能默默流泪 准备和朋友们回去的李赫 终于接到了多利打来的电话 疯了班拿着钥匙冲去找多利 将浑身无力的她给救了出来 被逼无奈送修琴回酒店的李赫 正好看到弟弟抱着多利的一幕 修琴故意下车跟两人打招呼 用眼神暗示是李赫送自己回来 误会了对方的两人 就这样默默注视着对方 直到李赫驱车离开 修琴才一脸担心地问询多利 怎么脸色那么差 想要和李明一起送她回家 多利以想要一个人静静为友 拒绝了两人的好意 李赫特意在半路等待多利 问她李明怎么没有送她回家 多利却反问衬衫借给别人穿 是你的兴趣吗 下一秒男人就直接踩下油门呼响而去 今晚注定是个无眠夜 渐渐被对方吸引的两人烦躁不已 第二天摄影师程序在工作时 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看男人鬼哭狼傲的样子 修琴没有丝毫担心 反而一脸庆庆 下一秒就带着李明来到了农场 先是将喷满香水的衬衫还给李赫 接着两人一起哀求她顶替程序 完成这次摄影的工作 李赫没有丝毫犹豫地拒绝了两人 看修琴还想要追上去 李明连忙阻止并强调 她说不做就算天塌下来也不会做 修琴却不愿意就此放弃 借口说为了得大奖就一定要她去 推着李明去找李赫 一大早来到咖啡厅的多利 从大家口中得知情况后 马不停蹄地来到农场找李赫 看着她还在悠哉悠哉地晒太阳 瞬间气不打一处来 质问她知不知道所有人都在等着她 不料男人却丝毫不给面子 命令多利别吵自己睡觉 于是多利拿起一旁的水龙头 对着男人一顿喷 在多利的攻击下李赫终于认怂 两人在要开船的前一刻赶到了渡口 看到这一幕的修琴心声妒忌 由于多利是第一次拍戏 所以总是忍不住笑场 严厉的李赫愤愤地对着她训斥 一旁的修琴一脸幸灾乐祸 在休息时 李赫看着不停努力练习的多利 再次被她吸引 主动上前跟她搭话 不远处的修琴 正好听到今天多利穿的新鞋 竟然是李赫送的 故意从身后打断两人 看着离开的李赫 问多利刚才被吓到了吧 听说她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只要习惯就好 用餐时大家都很好奇多利是用什么办法 竟然叫得动雷打不动的李赫 多利回应只是用拳头挤决而已 修琴看着多利 心中的妒忌之火越烧越旺 趁着多利去洗手间 大家赶去坐船的功夫 直接把多利的行李丢进了垃圾桶 上船后的李赫四处寻找多利 直到这时大家才发现多利被落在了岛上 李赫着急的样子全都被修琴看在眼里 赶来的多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船渐行渐远 无奈地给修琴打去电话 下一秒修琴就装出一副担心的样子 告诉大家多利的包和鞋子都不见了 正当大家为多利担忧时 李赫独自包了一艘船离开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修琴更郁闷了 赶回小岛的李赫在海边找到了多利 本来堆积了一肚子的怒火 在看到他受伤后 立马转变了态度变得温柔起来 背着多利想要坐船回去 赶到石船却已经驶离渡口 无奈地两人只能决定在岛上过夜 被逼无奈在岛上住一晚的多利 无意间发现了李赫身上的伤疤 再次回想起一年前救人的一幕 越来越确定他就是自己救起的男孩 李赫接到了弟弟打来的电话 将实际情况告诉了他 得知两人要在岛上度过一晚 大家浮想连篇 唯有李明和修琴满脸郁闷 早已看穿李明心思的修琴 问他是不是喜欢多利 李明硬着头皮回应觉得做朋友还不错 于是修琴让他诚实一点 告诉他自己喜欢李赫 看着惊呆的男人强调 爱情就是意外 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想要知道李赫那么有才华 为何要过着那样的生活 于是李明将哥哥去年发生意外的事 详细地告诉了修琴 同一时间多利也在问李赫腰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 听完他的话让多利内心激动不已 想要说是自己救了他 不料李赫却接过话说救我的人 好像是我的妈妈 我认为是我妈妈救了我 于是多利硬生生地讲 已经到嘴边的话给收了回去 接着李赫邀请多利一起去海边 聊天时多利想起上次他带自己去跑马场 他明明知道那匹马每次都跑最后一名 却还是会买他觉得应该是潜在的心理因素 是他对自己的期望 因为他也很想跑 多利的话直戳李赫的内心深处 点燃烟花后李赫深情地看着多利 和李赫确定了恋爱关系的多利 上班时常饭花痴 而李赫也拿出了藏在箱底的摄像机 多利看着项链想到男友 竟然把自己当成了妈妈 无奈又郁闷 这时再次看到了爸爸的日记 带着他来到警局 想要请他们重新帮忙调查死因 却被对方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 然而下一秒多利刚离开 男人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跟会长报告 接完电话的会长 回想起当年布下报告 天气情况恶劣没有任何人看到 就算是最坏的情况 也不会牵扯到公司和会长 会长命女男人马上离开 在自己主动叫他回来前 绝不能再出现 李赫的摄像机里拍的全都是多利 来找哥哥的李明看到后明白了一切 拉着哥哥说要带他去一个地方 被拉到酒店的李赫瞬间暴怒 告诉弟弟绝不会再当爸爸的玩偶 正准备离开却看到了难以置信的画面 李明解释这是他妈妈的画展 而上次被父亲拿走的画正好摆在了C位 弟弟强调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父亲亲手策划的 下一秒会长就走了进来 看着字画像告诉儿子 他的妈妈从来不画字画像 这幅画是我特别拜托他才画的 因为我每一次看到 他画画的身影就会着迷 并不知道男友是会长儿子的多利 想要趁这个机会见上会长的面 不出所料再次被人赶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的江科长 第一时间将情况告诉了会长 不料却吃了一脸瘪 质问他是不是吃饱了撑着 竟然为了这种小事来跟自己报告 始终见不到会长的多利满脸失落 回咖啡厅的李明担心的问询情况 得知他想要见钟林的会长后 告诉他自己的爸爸就是会长 起初多利并不相信 但看他一脸认真的问想要什么时候见面 让多利不得不相信李明的话 回到家的李赫看着妈妈的话 想起了父亲的话 以为你的妈妈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他会引以为傲慢 又想起多利说 其实你也很想向前跑吧 再次来到去年发生事故的地方 脑海里浮现和多利在一起时 一幕幕温馨甜蜜的画面 在心中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第二天一大早西装革履的来到公司 出现在了父亲的办公室 希望父亲能让自己负责钟林企业 进军电影事业的项目 会长让儿子先交上企划案再说 获得父亲许可后 李赫通宵达旦做出了企划书 开着帅跑去见心爱的女人 多利看着摇身一变的男友满脸错了 李赫则直接抢过多利手中的饭吃了起来 反应过来的多利问男友是钟乐透了 还是去抢银行了 李赫回答我找到工作了 无脑的多利立马又联想到男友 一定是分期刷卡买的车 感叹要还完这车子的分期 估计十年都不够啊 李赫没有正面回应 而是将一部新手机给他收拾礼物 直到男友离开多利才发现饭盒已经空了 下一秒就收到了男友发来的短信 约晚上七点在度假中心的餐厅见面 还不忘嘱咐他要打扮得漂亮点 对晚上约会充满期待的李赫 特意来到珠宝店为女友挑选了戒指 为了给他惊喜还将他放在了贝壳里 准备出发的多利接到了会长的电话 约他在酒店见面 走在路上的李赫收到多利的短信 要延后三十分钟见面 恍惚间却看到了女友的身影 好奇地追了上去 会长先是对多利一顿嘘寒问暖 接着询问他要见自己的原因 多利想要请会长帮忙调查父亲在世时 公司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解释父亲在去世之前好像被人威胁了 门外的李赫正好听到多利说父亲留下了日记本 但我去跟刑警说对方却认为证据不足 我爸爸一定是被害死的 一定是 会长却觉得是他胡思乱想太敏感 表示会帮忙打听一下 听到这的多利感激不已 会长借机提出想要看一下日记本 多利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李赫想起之前将科长跟父亲报告 有人在打听陈部长的死 而且动作非常频繁 越想越觉得不安 多利刚离开会长就让步下 调查一下他的情绪